太阳能聚集在遥远的太空中 在这里 它以辐射的形式被无线传输到地球到任何需要的地方 欧空局计划通过其Solaris倡议 研究一套天机太阳能发电系统 启动一项技术无线电力传输 最近在德国向来自企业和政府的高层决策者进行了实地展示 也是在慕尼黑的空中客车Xworks创新工厂举行 使用微波数 绿色能量在代表空间和地球的两个点之间传输绿色能量 距离为36米 接收到的电力可用于城市照明 可以通过分解水生产绿色氢气 甚至可以提供给现场观众世界上第一瓶采用无线能源冷却的09%啤酒 对于天机太阳能发电系统 是通过在地球静置轨道上的太阳能卫星 实现7乘以24小时的收集阳光 然后将其转换为低功率密度微波 通过安全的方式发射到地球上的接收气站 这套系统所涉及这些卫星必须很大 大约几公里的大小才能产生相当于一个典型核电站的功率 此外 在地球表面收集整流管也是如此 实现这一远景需要在太空制造和机器人组装 低成本高效光伏高功率电子和射频波数形成等领域进行技术突破 同时还将开展进一步研究 以确认低功率微波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没有不良影响 欧空局的Solaris计划将于11月22日至23日 在原子能机构部长及理事会上 向欧洲空间部长提出研究这些技术 使欧空局成员国能够就未来实施天机太阳能发电做出选择 将其作为补充现有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始终在现的基本负荷传统电力能源的新来源 帮助欧洲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 此外 在这些领域取得的任何突破 也将有利于许多其他航天工作 以及地面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